郭米和郭文貢復 當年輕人講自演不平等 我二十四年前跑信任 是跑社會新聞 是跑警察局的新聞 在台北市警察局 那時候台北市十二個分局 本省級的分局長就有一位 全國二十一個縣市的警察局長 本省局只有兩到三位 我曾經去考過調查局 沒有考過一定調查局有個身交調查 我一個同班同學因為現在當律師 他說幸好 他後來最近這幾年才知道說 他當年去考調查局 後來身交調查沒過的原因 最近這幾年他哥哥才跟我講說 有調查局去他家調查 說他跟我是什麼關係 因為我那時候在智力晚報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台灣總會沒有審計問題 審計問題很嚴重啊 可是有些人是在做 有些人他做他不認他是審計因素啊 那時候我在討司法的時候 那時候的法官 他那個謝院長很清楚 那時候法官有所謂的 那個什麼軍方轉任的 這樣檢核 就走後門 那時候我記得我曾經統計一個數字 考律師 那時候律師的入取率 曾經有一年律師入取率是六個 是六個 那其他的很多律師是 他是用檢核的 就是從軍法官檢核過了 那到後來我們寫了好幾年之後 那個律師的考試 現在後來才變一百多個 司法官也是一樣 這很多都是用檢核的 我的意思是說 報官媒體也是一樣 媒體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長期的結構的問題 我剛剛是在回答這個資源不平均 台灣是整體來講這資源是不平均的 他照顧的是永遠是少數人 那媒體 媒體他也是一個特權階級 為什麼 因為媒體他的結構就是這個樣子 他的結構就是這個樣子 他就是照顧他 他的利益 是不是只有反映在他本身跟他審極結構相同的利益 聯合辦法他為什麼對郭寬英他是寬容的 他是有言論自由嗎 我舉一個例子 他說他是言論自由 可是他郭寬英寫一篇文章很清楚 等中國解放進來解放台灣之後 要正反速反 思想改造許多年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不能有思想 你不能有言論自由 他言論自由是他有言論自由 可是你台灣人不能有言論自由 這是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是說 大家都是有言論自由 怎麼是說 如果中國解放進去解放台灣之後 要正反思想改造許多年 這叫言論自由 所以 那為什麼聯合辦法 中國時報 或者是電視台 TPPS 他會來說這是言論自由 他為什麼不講他這一點 所以這是一個很矛盾的問題 我覺得 整個台灣的資源不平均 是相當廣泛的 可是這是必須要從頭撤起解決的 謝謝 謝謝 我們建議 徐教授 我想我們談這個審結 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好像是好久以前的事情 那就像我前面發言講說 可能現在你都不會看到 這些制度上很明顯的差別 為什麼 因為民主化 現在大家除了原住民 這個身分真的會有好處之外 比如說加分補助 我想這是 我們在憲法上都認為 這應該去做的事情 可是 那很多人就講 你說講好久以前 現在沒有啊 可是就像我前面講 現在已經是結果了 這個 我們前面講的這些事情 其實現在已經結 我提一個事情就是說 到底審極矛盾會不會是民進黨下個階段 怎樣怎樣 這剛才有個朋友問 我有去一個福倫社演講 那個福倫社蠻本土的 結果我去演講的時候 因為我都用北京話 結果就從頭到尾被一位福倫社的朋友一直罵 他說你都不講台語 你都不講台語 他從頭講到我 那我就跟他講一句話 他說我講台語沒有用 因為我個人是不要支持民黨 我的理解是這樣 馬鞭姐為什麼會贏 是因為很多像我一樣 講北京話的台灣人投票給他 那你民黨一直講台語 那反而就是跟著 就是說你必須有一些人去處理這個 處理這群人 他們在處理 你的對手在處理這些人 是非常清楚的 有顧外衍重的 也有很多人 你像他連還匿名 還什麼用借用筆名什麼 他在媒體上搞了天還地覆 他就一個人而已啊 我們很多人 我們每天都在講說 你要講台語 你要愛台灣 你要是台灣人 所以我只在講說 連馬鞭姐都說他是台灣人 我只是在跟那位先 在那次福人聖影響 跟那位前輩講說 你只是罵我沒有用 因為你不會變多數 在民主政治裡面這樣 那剛才這位前輩有說 現在拚經濟比較重要 我只是問一個問題 各位想想看 就算以後統一了 台灣被統一了 你覺得還會有外省權貴 我只要看這個 最近蔡老闆傅比是說 他現在已經變成亞洲首富前幾名了 第三名 好像是聽說是第三名 我還想說哇 這個真的好處蠻多的 賣米果可以賣成亞洲首第三名 第三個有錢人 可是你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 就是說 真的我們可能在未來 這個 就是說很多人講說 工作比較重要 可是你想想看 在那時候真的是同意 真的是這樣同意 你覺得外省權貴會消失掉嗎 我意思是說剛才 傅昭姐講得很好 就是說 其實最重要是認同 可是我常常在想說 可是如果大家都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時候 外省權貴會不見了嗎 他也會跟你講他是台灣人 所以我意思是說 省其之所以微妙 之所以不能談的地方就在這裡 就是他已經變成這個 這個台灣很重要的這個統治的秘密 就像他們失去政權了 在經濟省很多地方 這個秘密還是 所以我常常覺得說 其實做學術研究應該做這一個 只不過在學術界如果做這個研究 當然會很危險 謝謝 謝謝 謝謝